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绿影时光,我是小尹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韩国犯罪电影《邻居》 大雨之夜,小女孩被残忍的杀害塞进了行李箱 凶手竟然一直住在她的楼下 影片开始,小女孩乳膳放学没有等到妈妈接她 因此上了隔壁邻居猥琐男的车,之后被残忍杀害 更残暴的是,猥琐男将她的尸体塞进了行李箱中,抛到郊外 事情很快地登上了电视 行李店老板发现,电视上用来抛尸的行李箱正是从自己的店中售出的 由此回想起购买这个行李箱的男人,也就是真正的凶手猥琐男 但是他害怕将此事暴露出去之后会影响自己小店的声音 因此选择了沉默 另一边一位快递小哥也察觉出了一些问题 一个奇怪的客人总是每隔十天订一张披萨 这与电视上的报道,每隔十天都会出现一具尸体不谋而合 这个奇怪的男人就是猥琐男 接下来出现了一个高利贷公司的大哥 他的胳膊上有着花壁纹身,态度也很难横 他是变态猥琐男唯一害怕的人 这也为之后的剧情埋下了伏笔 保安皇室在翻垃圾时无意中发现 猥琐男的垃圾袋里由被害人汝善地笑服 猥琐男气急败坏,害怕事情败露 直接杀死了皇室 皇室消失后,夜班保安大叔和居委会主任都在找他 但是电话却总是打不通 另一边猥琐男再次杀人后,又来到了行李店买箱子了 行李店老板非常害怕,似乎露出了破绽 而居委会主任来到猥琐男家中继续劝他参加班长会 猥琐男觉得这个居委会主任很烦 好像对自己已经构成了威胁 于是决定直接杀掉 就在他已经举起凶器时 主任接到了一个电话救了他一命 居委会主任还有一个女儿叫秀妍 他和第一个被杀的小女孩如善,长得惊人的相似 当猥琐男看到秀妍时 还以为是如善的鬼魂,找上了自己 秀妍在猥琐男所住的楼门口捡到了皇室的眼镜 并且将他交给了夜班保安大叔 保安大叔察觉出有问题 亲自上门检查 果然他发现了问题 但是由于自己是在逃杀人犯的身份 他也选择了隐瞒 猥琐男找到了之前露出破绽的行李店老板 因为他自己忘记了行李箱的密码 所以想逼迫老板说出密码 于是囚禁了他 这时外卖小哥上线了 他收到了一张带着雪的钱 而这张钱正是来自猥琐男 外卖小哥趴在窗前想一探究竟 不料被猥琐男发现 是保安及时出现救了他 外卖小哥把他的发现和推测告诉了保安大叔 但是保安大叔还是选择不作为 这时猥琐男又盯上了秀妍 想对他下手 幸亏如善的母亲发现了他的动机 救了秀妍 另一边被囚禁的行李店老板 用尽全身力气打开了行李箱 拨电话到了披萨店 披萨小哥听到了求救的声音 意识到这是用凶手的手机打来的 决定前来营救 保安大叔也以为秀妍遭到了不测 他再也无法忍耐了 和外卖小哥以及高利贷大哥 一起来到猥琐男的家中与他搏斗 最终救出了被囚禁的行李店老板 保安大叔杀死了变态杀人狂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没有采用一贯的恐怖片的手法 而是在一开始就告诉了观众谁是凶手 尽管如此却丝毫没有减少影片的悬疑性 层层递进缓缓相扣 本片不仅仅只有血腥和恐怖 更是表现出了在危险和恐惧面前 人类最真实的人性 是逃避还是直面危险 影片告诉我们只有团结在一起 与恶势力做斗争 才有战胜邪恶的可能 我是小影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略影时光